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行者木人的旅行记录片频道 我现在是在非洲坎桑尼亚的北部小城墨市 这里也是麒麟马扎罗的山脚下 昨天晚上活入住了这个山脚下的一个小的轻旅 刚刚还看到这个轻旅里面竟然还有这个按摩的服务 它这个按摩的价格 最贵的是40美元一个小时 徒步和攀登完麒麟马扎罗之后的价格 一小时40美元 最便宜的是25美元 SPA 30分钟25美元 这是它的一个这个按摩的菜单 给大家展示这个按摩菜单的原因呢 就是想让大家明白 这个其实这个奇利马扎罗最高处是5800多 5900米左右 它是非洲第一高峰 但是它的攀登呢 其实是已经非常商业化了 并不是说是 大家想象中的哎呀 攀登雪山 一定要这个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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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些条件达到就可以去判的 其实作为普通人 如果你稍微有运动的基础 我觉得登顶都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它这边基本上是纯商业操作 如果你要攀登的话 出过每天支付70美元的进山费以外呢 这个差不多是支付7天 你必须要跟当地的旅行社或者是商业公司 才可以签订协约 才可以进去 就是他们基本上等于是他们已经 把这个这个承包了 当然里面肯定是有商业利益的 如果你一个人进山的话 要配备三位服务人员 一位是这个领队项的 一位是厨师 另外一位是背夫 就是把你的所有的东西装备 他都替你背上 所以呢 如果你作为普通人 想攀登这个山呢 太容易了 只要有钱就可以 最便宜的价格呢 我了解到差不多7天的服务 是1400美元起价吧 所以有的人可能也花了2000多美元 3000甚至3000多美元 等等 如果身体有任何问题呢 还有什么直升机 所以呢 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如果你呢 是一个 确实 我就是想要爬到那个顶上 就是想有那样的感觉 就是想证明自己啊 什么的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 攀登一座山病 不能证明什么 只能就是让自己的自我 让自己的自我更强大 觉得自己了不起 我觉得这个 反倒从这方面来说 不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大自然你是没法征服的 最多你征服的 只是你自己的内心而已 说到这儿呢 就让我想起了这个 喜马拉雅 同为世界第一高峰的 朱姆拉雅峰的盘登 朱姆拉雅峰的盘登 也是价格也是非常高 如果是从中国的北部 盘呢 差不多是在50万元左右 如果是在那个 尼泊尔那边盘呢 差不多下来得40万 说是有人25万左右也爬过 因为他 只要你想登顶 你直接是可以 他们愿意就把你直接抬到山顶上去 当然 攀登雪山呀 他徒步运动啊 这种初衷是好的 只是很多东西被商业化了 被过于开发了 那就变成一种工具了 那今天的主题不是聊这个雪山啊 就是顺道插一句 那现在呢 我打算去吃早餐 吃完早餐呢 我就出发 今天我的目的地是一个叫做 Tinga的一个小村子 那边呢 就说是有马赛人 可能会遇到一些野生动物 因为它毕竟靠近这个 阿伊莎的这个公园嘛 如果动物迁徙的话 都会从肯尼亚那边过到这边来 Thank you 那其实呢 木然在国外旅行这么久以来呢 多数情况都会选择住轻侣 但是我住的差不多80%左右的轻侣嘛 他们都会提供早餐 所以呢 在这我就 我真的是建议国内的 比如说类似做情侣的同行 可以学习一下他们 其实这个早餐呢 很简单 我觉得成本就是 三块钱 五块钱 人民币左右 因为一个 当然 这个跟住客有关系 因为他们接待的都是 这个外国游客的话 这是两片面包 一个煎鸡蛋 再加什么咖啡或者茶 就完事了 在国内可能做早餐 那就比较复杂了 但是 我觉得也是可以效仿他们去做这种钱 来的面包啊 鸡蛋 这样的早餐 因为五块钱成本 可能你会在你的这个服务品质 这个以及对客人的印象提升上 我觉得会大大的加分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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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应该就会有动物来 看着像是今天早上的吧 看样子 他们走的这个速度太快了 他们的腿那么长 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太快了 瞬间功夫从这儿 这才一两分钟就走了那么远了 跑到那边吃草去了 吃那棵树去了 这么近距离的看长久路 他们还跑了 停下来呀 让我拍拍你呀 看我看到了啥 在旁边有两匹单马 哇不止两匹啊 好多匹呢 别跑嘛 好可爱呀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只 气质大的 一只小的 有一个放牛小哥过来了 江布 好可爱呀 漂亮 遇到了马赛的放羊小哥 好可爱 他要给我拍照 OK 谢谢 拜拜 拜拜 马赛民族 游牧民族 他们相对于非洲其他的人的话 是比较诚实的一个民族 所以我们对马赛人还是相对比较有好感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去马赛部落看看 hello 终于碰到人拉着饲料跑过去了 这路好烂呀 原始不落住的地方啊 这就直接没有路嘛 这哪是路啊 这从地里面直接是过去的 你看马赛人在种地 马赛人也变了 不以游牧为主了 这样的路上 江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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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嘎听嘎 听嘎 听嘎 我尝尝 我很好 你怎么做 我很好 所以这城市叫什么 我给你水 我没有水 我给你水 我给你水 好 年轻 哈哈哈 我去天嘎天嘎 谢谢 OK 拜拜 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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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 嗯 水给你我怎么办 非洲最缺的就是水呀 我只有一瓶水 没法给你呀哥们 这里就是真正的原始部落 而且 没有经过商业化的 江波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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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天啊 我去这里是另外一个小部落 嗯 天嘎天嘎 哈哈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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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